老婆 要不我们把这房子卖了吧 给我妈做手术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手术需要38万 挺多的 这个 现在也没有钱 只能卖这房子 不要打妈妈 不要打 这也不一定好啊 老了就爱生病的很 可是现在手术嘛 是吧 把手术做了 人就病好了 你知道能好吗 有些人做手术也没用 老了就这样啊 可是生病了 就得做手术啊 是吧 人家医生就说了 要做手术才能好得了 房子你想都别想啊 这房子是我爸给我买的 名字也是我的啊 是属于婚前财产 你懂不懂啊 你要 敢说要把这房子卖了 那我们就离婚吧 算我求你了 算算 为了我行吗 为了你 对就当作为了我帮帮我嘛 把这房子卖了吧 这房子是你的啊 是我爸给我买的 这是婚前财产 想都别想啊 那我妈怎么办你说啊 你不可能见死不救吧 你还是她的儿媳呢 当初我未婚先孕啊 你父母把我说 说得那么难听啊 我家租钱买了一套房子 当时说写我和你两个人的名字 就跟你妈要六万八的彩礼 你父母多到现在也没给钱 现在还好意思要把这房子卖了 给你妈治病 那是没有吗 有会给的呀 有会给呀 对呀 他没有吗 他拿钱都给你弟了 叫你弟想办法去啊 我这没有 那我弟也没办法呀 所以那我就只能 想办法把这房卖了 我财礼他都不给 什么都给你弟 给你弟首付房子啊 怎么不买你弟的房子卖了吗 我弟那房子就只付了 是个首付是吧 他现在还在背着呢 现在卖的话是 啊 那首付 还的那些房贷都现在摆还了 跟我什么事啊 啊 啊 这是我爸给我买的 想都别想啊 这 当时为了我嘛 为了我们的婚姻了是吧 我为了你还少吗 啊 啊 彩礼也没有 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房子你也没有 还是我爸妈买的 还要我为你做什么呀 你看这套房 就就几十万是吧 然后我妈手术刚好几十万 哎 就这样子眼睁睁的 啊 看着我妈生病吗 不治吗 是吧 啊就知道道德 道德绑架我呢 我好欺负是不是啊 你还是他的儿媳呢 他把我当过儿媳吗 叫给彩礼也不给啊 你弟的事情我也没见得这样子过 有钱都不给我 拿给我家当彩礼 拿去给你弟首付房子啊 现在有事情了就找你弟别找我